天才刚亮三千多名选手 就齐聚基隆国门广场前热身准备出发 起跑线前人挤得满满满 其中还出现一人泄心的声音 我一直都在跑步啊 但成为基隆人一定要支持一下 基隆首次的马拉松 2024年基隆城市半城马拉松 是基隆第一次作为马拉松赛事的主场 但一波三折 日前一度传出谢国梁要宣传反霸梁 是否有意把活动延后 但掀起反弹而作霸 赛前又差点因为山陀而台风造成的灾情延期 还好顺利如期开跑 吸引超过三千多名跑者来参赛 感受基隆的美丽海景 基隆第一次有这个城市马拉松 在自己的城市有山游海 跑起来应该特别过瘾 好好好 它如期举行我们觉得很开心 尤其是前两天又台风嘛 基隆淹水非常严重 也很怕说没有办成功 基隆首次的马拉松比赛 蓝绿议员都相挺 不过原本该到场鸣枪的 基隆市长谢国梁忙着勘灾缺席 但带达主持的却是传言 有意选市长的国民党立委 林沛祥不免引发联想 白风天救灾 市长没有来鸣枪是真的很可惜 但是我们的林沛祥委员 那代表我们市长来鸣枪也让许多的朋友 有一些议策 是不是也代表他有这个司马昭之心呢 如果市长不方便来主持鸣枪的仪式的话 按道理讲应该是由副市长来代理市长 是他似乎是指派他心中所处于接棒的人选 来帮他鸣枪 市长不找副市长代理鸣枪 却找同党的立委代劳 也难怪议员有话要说 民事新闻陈崇瀚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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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